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中国的世界遗产 今天的主题是长城 去中国旅行 作为第一次去中共的话 那么长城也许是你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 那么长城有成万里长城 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 那么它是文明世界的奇迹 它像一座巨大的龙一样 盘旋在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间 最早长城主要是起防御的作用 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学汉的结晶 随着长城的时间的这种发展 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 从它的长度来说 它总长大约在一万三千多里 也就是不到七千公里的样子 那么因此就成为叫万里长城 据说美国登上月球的宇航员 在月球上除了看到大海之外 就可以看到中国的长城 长城具有阳刚之美 或成为壮美 或成为崇高之美 那么长城以它的奇迹 凶险和绵延万里的雄姿 征服了无数的这个战阳者 他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一名胜 凡来到北京的呢 如果要去长城呢 这个八大岭是首选 因此八大岭长城呢 又成为这个中国 这个长城最重要的一段 名长城呢 把八大岭称为叫玉官天谴 这个呢 孙中山先生曾登过八大岭长城 就评价为是这个中国最有名的长城 工程之大 古之无奇匹配 为世界独一之奇 长城呢 被列入世界遗产 被称为这个世界新奇大奇迹之一 那么说到这个新的七大奇迹之一呢 那我们住在北美地区的 以美洲为例呢 大概你应该去过的 比如说是墨西哥的玛雅古城遗址 毕鲁的马丘比丘 还有就是巴西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基督像 其次你像在亚洲的太极林 中东的等等 那这个有几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景点 就其中还包括就是万里长城 在万里长城修筑的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呢 从建筑开始到最后完成 大概历经了两千多年 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呢 没有哪一项的建筑能够像长城一样 跨越两千年啊 纵横十万里的广阔的时空 提起长城呢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啊 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事 因为这是历史啊 尽管最初修长城的并不是他 但是作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呢 却是雄心勃勃的用举国之力 在牢阔的疆土的北方啊 修筑了一条绵延万里的长城 从那时起 长城作为秦始皇的一个标志 便深深的铭刻在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齿彻之中 长城作为中华明珠的象征啊 从那时起 便已开始了明珠性格的距离 无论斗转性意 无论天皇地老 天之上 天之下 地之上 长城脚下是故乡 就成为中华明珠再也不能忘却的一个民谣 在每一个燕黄只身的心目当中呢 都永远 回荡 说起这个长城啊 那个 凡来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呢 几乎呢 都需要去看一看 包括你像 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啊 里根啊 这个 老布什 小布什啊 英国的沙切尔夫人啊 普京啊 奥巴马 美国的总统等等 这些呢 据说有五百多位元首 和政府的首脑 或者世界的风云人物呢 去 观看长城 我在网上收购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对子啊 是这样描述这个万里长城历史的啊 这是叫成为叫长城学家那个罗哲文先生写的啊 他是这样说啊 起春秋 历秦汉 吉辽金至原名 上下两千年 数不清将帅立足啊 离树百宫 费尽移山心力 修筑此伟大功成 坚强毅力 聪明智慧 血汗辛勤 为中华留下 威额封碑 那么下连是 跨峻岭穿荒原 横汉海 经绝壁 纵横十万里 望不断 长龙风朵 雄冠爱口 犹如玉带明珠 点缀成江山锦绣 起伏奔腾 飞舞盘旋 太空摇剑 给世界征天 壮丽奇观 啊 那么这个对子 就非常形象的描绘了 这个万里长城的这个历史 说起长城啊 这个他有 两千年来 有他的这个影响的意义啊 首先呢 就是 呃 边带的发展 那么自秦汉至明清啊 长城沿线的许多的关口呢 呃 啊 那个 比如说长城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 叫嘉玉关市啊 就是以长城的这个关口啊 这个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呃 你像最东边的上海关市啊 也是这样 因此长城呢 就现在的以明长城为例 就是东起 山海关 西至嘉玉关 那么在这个沿线啊 就是长城呢 呃 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同时呢 为两者的交流和互补呢 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啊 又起着啊 调节两种经济啊 使农牧业朝着主府相配合的方向发展 因此呢 长城呢 不单纯起着将这个经济文化分割来的作用 他还起着呢 将两种经济呢 和文化呢 连在一起的中人 同时呢 长城呢 这个也 将这个移民和束手长城的军人一起呢 啊 那么开垦这个皇帝进行农工啊 加速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而且大大呢 减少了长途运输的这个知苦啊 将华夏文明了啊 这个波远四方 第二就是民主人和啊 长城呢 以长城的这个为界啊 这个长城内呢 多以汉主 长城外呢 多以其他的少数民主 因此呢 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化 一格体系的发展当中呢 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长城的修建啊 长城的地区的征战啊 出使了中国古代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广泛的融合 著名的啊 你像这个啊 叫南匈奴归汉啊 等等的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也是通过长城这种形式啊 来完成的啊 因此呢 包括到了明朝啊 这个在长城沿线开放的马市 那互互通的汉蒙之间的相互的这种经济的发展 的关系 到了清朝呢 也采取一种怀柔的政策 那进一步促进了长城一带的民族的融合 那么当然第三就是长城的军事上的意思啊 长城的军事上呢 是一个伟大的防御工程 呃 他并非简单的一线的长城 而是由点到线 由线到面 把长城沿线的矮口 军宝 官城 军事正中呢 连成一条密集的网 形成一个完整的 呃 防御体系啊 那么真正的用处在于呢 入侵者呢 呃 或能集中力量的偶尔攻破 一两个关口 闯入内地 但是要 整段长城 还在驻军的守卫之下呢 入侵者呢 始终会被狙击 啊 伏击啊 并且呢 呃 还呈现一种关门打狗的这种现象 啊 无法 呈现出一种无法回家的这种威胁 呃 尤其是长城恶守住的像这个北京附近的燕山 啊 太行山 啊 这个交通要道 啊 游牧民族的骑兵呢 纵然闯关而入 但是呢 只能对内地呢 进行一些小的骚扰 但是呢 他们后勤呢 是无法通过关口呢 运送进来的啊 所以呢 呃 这就是长城 呃 存在的根本的意义 第四是长城的文化意义啊 在长城出现的2000年以来 以长城为中心呢 南北文化的交流呢 始终就没有停止过啊 呃 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 在中国历史上呢 出现了很多南北文化交流的一些见证啊 比如说是非常著名的 像东黄石窟啊 像北魏时期的云岗石窟啊 麦基山等等啊 这些呢 呃 都是这个文化的这种融通的啊 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交流的这种特色 同时呢 这也记载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的这种辉煌 那么长城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啊 中国走向世界呢 呃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啊 找在汉长城呢 中心文化的交流呢 就起了很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那么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派张谦呢 出使这个西域啊 随以长城的为根据地 那开辟和维护着 这个汉朝的这个首都长安 这个几千年来呢 中外的友好使团呢 也是往来这条古道上啊 这个中外的文化呢 在此的这个交流 并且起 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么许多的外国人呢 知道中国是从长城开始的啊 长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了解中国历史啊 了解中华文化啊 了解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切入点 万里当成这一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力量的这个宏伟建筑呢 是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个宝贵的遗产啊 因此呢啊 联合国教科生组织呢啊 1987年正式的将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啊 证明长城呢具备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呢 已被世界呢 所承认 那么长城既是中国的啊 同时呢啊 也是世界的 长城以其雄伟的气势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内涵啊 吸引着历史和中华名人呢 即国际有人呢 啊 来此呢 进行啊 观赏 并且创作了啊 非常多的 类似于诗歌美术音乐 啊 等等啊 一些文艺作品啊 啊 其中唐代著名的这个边塞是有很多呢 啊 就是以长城啊 为题创作的 比如像李白的啊 长风几万里啊 吹渡玉眠观 啊 王成林的秦氏明月汉石观 万里长城 人未还 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成深的呼噜一夜春风来 千数万数离花快等名句啊 这个在 民间呢 啊 传说不绝 那么长城也很多的这种传说啊 你比如说梦江女哭长城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极大的这个发挥了长城文化的这种宝库的这种意义啊 至今呢都广为流传 第五呢 那是长城的象征意义 长城自古以来啊 这修建 开始啊 就成为中华民族一大统的这种象征啊 多少年来 两千年 呃 力量的表现 1971年 这个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呢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在联合国的这个席位啊 当时的中国呢 向联合国大会呢 征送了一件礼品啊 就是一个万里长城的啊 挂探啊 那么长城呢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啊 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 这个地球和平的象征 全人类呢 将重置成饱分的文化遗产当中的 得到益处 那么我查业资料呢 这个在申报长城的遗产描述当中 是这样写的啊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 这个北方游牧民族清晰而修筑的 规模浩大的一个军事工程的统称 也是世界上修筑时间最长 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的防御工程 自公元前七至八世纪开始啊 绵延不断的修筑了两千多年啊 所指的万里长城 多指明代的啊 长城 那么他东起辽东的虎山 西至内陆甘肃的嘉宇关 那么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啊 成为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 他目的是保护文化啊 这个使他呢 这个和中国的文学呢 结合起来啊 成为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呢 啊 这个公元前220年啊 秦始皇下令修建早期的一些分散的防御工程 以至到后来呢 连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啊 用来抵御北方的侵略 长城的修建呢 一直到明代啊 最终呢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防御工程 长城在建筑学上的价值 足以其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来相媲美 那么根据长城呢 有很多的一些交话和故事 我们今天呢 啊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几个故事啊 第一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向联合国征送的礼物啊 是个长城的挂坛 那么这个长城的挂坛呢 现在挂在联合国大会啊 这个属在地啊 这个 当时的呃 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代表中国向联合国征送了这个长城的挂坛 那么这个大挂坛呢 是十米乘以五米 重达两百八十公斤啊 这个 呃 一个绵缘群山的啊 这么一个万里长城的这个挂坛 当时的联合国的秘书长是瓦尔德海姆呢 啊 接受的啊 那么他表示呢 这个 这件礼物呢 将进一步提升联合国总部的美感和国际特色 第二个故事呢 就非常有名的就是歌曲长城谣的故事啊 这个呃 前一段时间大概是四月九号吧 呃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呢 曾经率团呢 去访问大陆啊 那么也来到了长城的这个八大岭 那么在在长城上呢 马英九先生呢 非常的感慨啊 那么即时的就啊 唱起了歌曲长城谣啊 那么随同的这个 同 同访的这个啊 团员呢 一起呢 创作一个1937年的这个抗战歌曲 长城谣 那么他当唱到四万同胞信一样 新的长城万里城一句时呢 啊 马英九称一度啊 哽咽世泪啊 长城谣呢 啊 是一首创作于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 1984年的春节呢 啊 由香港的歌手张明明在北京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上会上呢 演唱了这首长城谣 那么长城谣这首歌呢 其实呢 啊 应该讲啊 是中国的作曲家作词家共同完成的啊 那么在 抗战前期的这么一个啊 歌曲啊 那么很快呢 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呢 呃 就被一些抗日的宣传队呢演唱啊 呃 不久呢 呃 当时的著名的歌唱家叫周小燕啊 在武汉呢 唱了这首歌 因此呢 呃 被邀请去新加坡呢 呃 录制了这个唱片啊 至此这首歌呢 呃 广媒的传唱啊 那么这首歌呢 啊 现在其实听起来呢 也朗朗上口啊 这个旋律的非常的优美啊 呃 这是长扯阳的故事 那么第三呢 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一个孟江宇哭长城的故事啊 这个民间传说的这个非常的优美的这么凄凉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就是孟江宇哭长城把长城哭到了八百里 呃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啊 后来呢 他以戏剧啊 歌谣 诗文 说唱 等形式呢 呃 广媒流传啊 可谓家喻户晓 那么相传是在秦始皇时期呢 劳逸的繁重啊 青年男女呢 呃 这个叫范锡良啊 孟江宇呢 在新婚的三天呢 新郎呢 就被破这个 蒸发到这个边远地区呢 修筑长城 那么不久呢 因这个饥寒交迫呢 啊 劳累而死啊 尸骨埋在了长城脚下 孟江宇呢 身悲寒意啊 历尽艰辛 万里寻父乃到长青边 那么得到的却是丈夫的恶好啊 他痛哭于成下 三日三夜不止啊 成之崩裂啊 那么露出了丈夫的遗骸啊 孟江宇绝望之中呢 啊 头海而死 那么这段呢 如果从头海而死的话呢 应该是描写在 三海关的这个长城啊 因此三海关呢 呃 被认为是 孟江宇枯长城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因此呢 在三海关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话呢 那里边应该有 孟江宇庙 那么 这个庙呢 啊 也这个反映了啊 这个 秦代摇曳对百姓所带来的 这个深重的这个 痛苦啊 这就是孟江宇枯长城的故事 第四呢 就是著名的长城市啊 中国古代的长城呢 那么创作了很多的诗词歌曲啊 更是出现了一篇的边塞诗人 那么边塞诗人呢 实际上之后是指以边疆地区生活自然风光为题材 那么写作的这些诗人啊 当时的这种战争年代呢 边塞诗人呢 啊 都以这个诗歌的形式呢 描写啊 这个塞外的 这个山川景物啊 风土人情 反映的塞上这个战争和军事生活啊 长城呢 自然也是他们的 啊 描写的对象 所以著名的 就我们说的啊 这个王志焕的穷州词啊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愿杨柳 春风不落万玉门关 还有王昌龄的就是 秦氏明月汉石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是龙城金江寨 不叫胡马渡阴山啊 还有王汉的啊 穷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饮琵琶马上吹 追我沙场君莫笑 故来征战几人怀啊 那么最有名的应该是 李白的观山岳啊 明月出天山 长满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那么还有就是陆游的啊 千金木战士 万里驻长城 何时清中岳 却找汉家营 那么元朝的杨维珍 也有长城引马瑶 引马马还金啊 到了明代呢 唐顺之的啊 这个万里群山进海头 谁筑关城空上游 那么到了清朝呢 这个康熙的这个皇上呢 也写长城诗啊 他有首诗是这样写的啊 长城近处海山骑 首显吴老百万诗啊 呃 那么到现在呢 就是毛泽东的长城诗呢 那就是非常有名了啊 最著名的就是 不到长城非朝汉嘛 就是天高云段 望断南非燕 不到长城非好汉 驱止行程二万啊 那么这首是1935年呢 毛泽东写了一首叫 清平月六盘山啊 嗯 到了第二年啊 1936年的2月 那么已经啊 当时的红军呢 到达了陕北啊 毛泽东的陕北呢 看到大雪呢 啊 辛勤的这个豪迈 那么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个诗啊 当时呢 在中国呢 引起了轰动啊 那么这首诗呢 也就提到了长城啊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啊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 顿时滔滔啊 最后就是居于网易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啊 这首诗呢 其实已经啊 放到了中学 九年级的这个语文课上啊 那么描绘了这个 壮丽的山河 发表的这种感慨 中轮历代英雄人物 抒发了当时的一种伟大的抱护 和豪迈的情怀 嗯 第五就是大型油画长城里战 啊 这是由著名的画家 田凤银先生呢 啊 创作的 呃 也就是今年的春节 2024的春节呢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呢 这幅画呢 哎 这个在达聘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呢 啊 播放出来了 啊 使得呢 呃 在场的游客呢 可以这个近距离欣赏到 啊 这个长城 里战这幅大型油画的 啊 风采 呃 当时的观众呢 无不对这个长城油画的这个作品呢 啊 所震撼 呃 画家呢 用这个油画呢 记录了长城的精彩啊 这个 呃 据说呢 呃 这个画家呢 用了30年时间呢 呃 对这幅画呢 进行 呃 创作 他呢 逐逐击东起山海关 西道嘉日关呢 他形成了 有几万里来创作这幅油画 啊 那么这个油画呢 大概在23个国家 呃 举办过 展览 呃 如果有机会去 这个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呢 在接待大厅当中呢 也有一幅 大型油画 是万里长城 呃 这是呢 来自中国著名的画家 许人龙的作品啊 许人龙的这幅 万里长城呢 更好的呢 突出了长城的风火台 把长城的七铜三合 雄观万里的美呢 充分的展示出来了 从创的手法来看这幅画呢 可以呢 看到的是采用 画家采用的是 以大观小的这种 透视法啊 这种透视法呢 可以让整个的画面呢 包含更多的景象 呃 这个据说呢 呃 很多国家的政要呢 都在这支符画下呢 呃 留下了这个 呃 流影啊 还有就是中国画的这个长城 唱游啊 这是一个 服这个中国画 另外还有这个 长城的莲欢画啊 等等啊 第七 我们介绍一下去长城啊 旅游必备的北京的巴达岭啊 北京的巴达岭是长城 明长城的精华 那么自古便是这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巴达岭长城是历史的见证 它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也见证了人类啊 历史规模最大的这个军事的防御工程的这个修建 呃 呃 因此呢 这个来到北京呢 呃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呢 呃 去到这个巴达岭长城啊 去走一走 据说呢 在巴达岭走一步呢 呃 就是历史的传说 踩一脚呢 就是历史的遗迹 呃 从这里呢 你可以走在昨日 而不是今天 呃 昨日今日此山中啊 古长城的这个上见证啊 啊 这个古代的征伐啊 自然呢 啊 依旧效东风 巴达岭长城呢 自然风光无限啊 当这个如果说你来到春季啊 这个花坛紧筑啊 金谷花呢 变成了非常著名的蓝色的这个海洋啊 呃 呃 巴达岭长城呢 大概成人的票价呢 是54元每人 优惠票价呢 是27元 呃 你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呢 可以在北京的德胜门呢 呈这个919路公交车啊 在巴达岭长城的这个站 下车啊 所以沿着站牌呢 你就可以啊 去游览长城 那么游览长城呢 呃 最好避开这个节假日啊 避免人比较多 好呃 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长城 聊到这么多 啊 不到长城非好汉啊 希望大家呢 能有机会啊 去中国啊 去北京 去看看长城 去了解一下长城啊 展览一下长城的熊智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祝愿大家啊 一切都好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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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